NCP-023 BlendShock 黑沙星 项目等级 Eucaly 特殊受容措施 NCP-023应受容于一间5×5公尺的标准受容单元内 NCP-023受容于Site的一处受容区 该区结构为两道灰狼交错构成的插状建物 并沿边缘围起围墙 四端任意走道的长度皆长于3公尺 除了针门外 四个回洋端点中的三个设有甲门 监视摄影机设于四端端点的门上方 不论何时 NCP-023的两个眼窝 应以印象招致的球状眼部植物物填充 当植物物有裂化的情形时 必须进行更换 裂化情形可以在监视平台观察到的火光亮度来判别 当亮度超过 烛光时 必须于12小时内更换植物物 更换时应注意 只能在完全日落后进行更换 且不可同时更换两次的植物物 任何人员不可在任何时间 直视SCP-023的眼窝内部 依据事故报告023-27 所有具有反光面的物品 如显示器 萤幕 或任何一种眼镜 皆不允许出现在SCP-023的宋 驱半径30公尺内 上述要求亦包括连线之间是摄影机的萤幕零部件 于宋出外哨点的安保人员 亦强制遵行上述要求 关于SCP-023的相关实验 皆以无限期推演 描述 SCP-023是一只大型 无性别的黑色长毛全科生物 尖高1.5公尺 有一对亮橘红色的眼睛 跟一口突出的牙齿 见事件报告023-26 当一位个体与SCP-023发生视线接触时 自视线拖开其一年后 该个体或个体的近亲亲属之一将会死亡 尽管更进一步的食言 皆以无限期推演 但依据当前资料 拥有较多的近亲亲属 个体死亡的几率会较低 且受害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特殊相关性 也没有发现有特别倾向某种受害者的情形 这可能表示 SCP-023的受害者是完全随机的 但受害者的选择是在一年的开始或结束 目前仍未知 在一年结束前 处决于SCP-023事件接触的个体 还有其亲属们的尝试导致 SCP-023的受害者经验事后发现 它们的外观毫无受伤痕迹 然而其余部分已经被高度压缩过的灰烬填满 其余部分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器官组织及循环系统 所有受害者的肌肉组织 骨骼及脑组织 既有铺路于摄氏 又以上的迹象 SCP-023如被收容于 外观不是近似于十字路口的设施时 它将能穿越出墙外 到达最近距离且符合收容条件的地区 并焚化路径上的所有物质 基金会首次注意到SCP-023是在 在一座教堂 当时它在集会中发起一次攻击 直接杀害 为以平民 便于事件接触而 回收SCP-023后 所有证人及幸存者皆是以BG消除 该次事故已演示为纵活案件 附录-023-001 在 SCP-023穿墙脱出收容区 事故报告 023-01 之后于Sight 内两道回廊的交叉口发现 特攻 注意到SCP-023看起来雨 相似 SCP-023的特殊收容措施已更新 研究助理 因此过失受到深解 附录-023-002 自 94年10月12日 第一次收容以来 已有 为工作人员及 为平民的死亡 归映于SCP-023 附录-023-003 正在评估甚至Keter的请求 附录-023-004 NCP-1111-1 和SCP-023 可能是同一线上的两个变体 因为它们都被发现 具有几个相同的特性 专注于特定地理位置 具有破坏性 类似的权类外观 对这一线上的生物调查 正在进行中 由于SCP-1111-1 无法捕获 研究目前集中在 SCP-023上 事件报告 023-026 设计SCP-023 设计人员 博士 5位低减人员 日期 地点 side 描述 为了减少SCP-023带来的危险 博士已批准去除 SCP-023的眼睛和牙齿 在他的眼睛被移除后 SCP-023完全消失 突破了收容 下午4点37分 SCP-023在一段洲际公路上被重新发现 并被带回了收容区 由地棋人员继续完成拔牙的工作 这段时间内 曝露在SCP-023面前的平民人数未知 监测死亡记录 推测9位平民的死亡与此事件有关 对于SCP-023接下来48小时的即时监测 证明让他只在side 外可见到太阳时才会消失 附录023-026之一 在 博士应对于事件023-026的直接或间接责任 以受到停止审查的处分 博士现在负责SCP-023 此次事件增加了收容的难度 因此 博士的遭遇应该提醒基金会的所有成员 基金会的目标是 控制 收容 保护 而研究 实验 便利性 甚至基金会成员的个人安全都是次要的 我们的工作不是保护自己 欧五支 附录023-026-2 事件023-026发生的一年后 总计 据尸体被认定与SCP-023的破路有关 事故报告 023-027 涉及SCP SCP-023 涉及人员 博士 日期 地点 side 描述 时间线 零时 零时 十秒 两个地检员把一对玻璃眼球装进SCP-023的眼眶 零时 零分 十秒 玻璃眼珠呈现出一种橘红色 与SCP-023被摘除的眼睛看起来一样 零时 三分 十三秒 SCP-023的眼窝流出了融化的玻璃 零时 五分 五十四秒 出现在了side 的所有镜头 窗户 镜子 监视器 以及玻璃表面 零时 六分 十二秒 side 紧急疏散 六时 五十四分 七秒 日出 派出地检员检查SCP-023的周围区域 消失了 SCP-023仅留下一摊融化的彩色玻璃 其其周围稍稍的地板 个人日志 博士 日期 都是我的错 我做成了我的研究团队和机构的失败 唯一能做的只有继续尝试了 我们必须奢望SCP-023 备注 在 事件023-027发生的一年后 人员被葬在了side 周围的大型目的中 以上就是SCP-023 简单的说SCP-023是一只黑色的犬刻生物 习惯待在十字路口 看到SCP-023眼睛的人 本人或者他的置信之一 会在一年后死亡 为了降低SCP-023的危险性 基金会将SCP-023的眼睛移除 但SCP-023失去眼睛后 却得到了在白天时消失的能力 并导致SCP-023的收容失效 之后他们试图用玻璃眼球来代替SCP-023原来的眼球 虽然文档中没有详细描述 不过可以推测SCP-023的眼睛出现在具有反光面的物体上 导致站点内许多人员的死亡 最后才有以橡胶球来取代SCP-023眼睛的方法 这个SCP的来源应该是英国的黑狗传说 这些传说有很多不同的变形 Black Shark和Barquets都算是其中的一种 传说中黑狗是在晚上出现的幻影 有时具有变形能力 并且时常与恶魔有联系或被描述成鬼魂、地狱猎犬 它的出现被认为是死亡的预兆 它通常比一般的狗大 具有发光的双眼 它出现的地点常跟雷暴雨、十字路口、储行场和古老的道路有关 关于黑狗的传说是从何而来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不过在欧洲神话中狗常跟死亡扯上关系 例如西亚神话中的克尔·伯洛斯 会或许跟狗的食服特性有关 而黑狗传说可能就是由这些神话延伸的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自由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成的SCP和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,拜拜!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